燕子摊位上的辣椒随着客人的一次次的拿取越来越少 没一会儿功夫就只剩下了一小堆 而这一小堆的辣椒真的能随着之后的客人一次性被买走吗 燕子的生意也随着时间越来越好 虽然每次都是一个一个的来 但好歹是来人了 不像别的摊位半天等不来一个人 但这些客人有的买得多 有的买得少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燕子也做不到让每一个过来的客人都买走一大堆的辣椒 只能这样顺其自然 慢慢地等待这些辣椒被卖完 很快 在这位客人的一把把的抓取下 终于是凑够了自己想要的数量 转头摸索自己的背包 拿出票子交给燕子 随后便拎着一小袋的辣椒 扬长而去了 在经过前几场的交易后 摊位上辣椒虽然少了很多 但还有大半摆在那依然火红的一片 而后 在逗着阿宝完了许久之后 从市场的深处走来了一位裹得严严实实的妇女 当她路过燕子的摊位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直接蹲下来 开始大把大把地将辣椒装进身前的塑料袋里 一旁的燕子看到后非常开心 心想这下离卖完又进了一步 而这还没完 在将一大袋的辣椒放上秤盘后 那妇女仍然在抓着辣椒往袋子里塞 仿佛这些辣椒对她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看来摊位上的辣椒又要少很多呢 看到这燕子更加的开心 很快就能回家了 随后带那位妇女走后 这摊位上就只剩下一小堆了 而就在燕子心想着 这点辣椒啥时候能卖完时 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帅气的小伙 蹲在摊位前的小伙 见到燕子在忙着喂阿宝 便不准备麻烦她 自己动手拿来袋子 开始将摊位上的辣椒 尽数装进塑料袋中 她的动作干脆利落 一把又一把的辣椒被塞进袋子中 看这架势是要将剩余的辣椒 全部都买走啊 再过了一会儿之后 也是不出所料 摊位上的辣椒 全部都被小伙装起来 摆在秤盘上秤重 随后小伙爽快地付完票子后 便拎着一大袋的辣椒 潇洒地离去了 而燕子的摊位上空空如也 心想着也是时候回去了 后续如何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